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只是时间刚巧了 那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聊德国啤酒节 我们要聊的是德国 市场上有一本书很棒 创意市集出版社出的 他的书名叫打开德国说亮话 打开德国说亮话 他不是介绍德国的风景旅游据点 他不是 他是在介绍德国的生活 德国人的民族性 德国的文化 次文化 德国人的性格 我觉得这样子的书 比旅游景点有趣多了 因为透过这样子书 你可以认识 从生活面 去认识德国人 当你去德国旅游的时候 德国度假 工作 生活的时候 你可以更了解德国人的思维 或是他们的形式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为什么他们不那样做 他们跟我们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 作者 皮亚诺 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本来是一个老师 然后呢 喜欢旅行 就像喜欢旅行 玩啊玩啊玩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玩到了国外 然后就就就工作到了 做了老师 辞去教职 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 在外国的酒商工作 那当然了 这个要要要做酒 红酒啊 你当然还是要有点品味 要一点饮食的尝试 知识 后来呢 认识他的老公啊 他的老公因为工作的关系啊 这全世界没有几个人 有这种知识专业啊 就在德国工作 他就必须去德国了 那在德国生活下来以后 必须嫁给他 才能才能跟他 才能进去 然后才能生活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居住在德国 居住在欧洲 然后呢 透过这个细腻的观察 然后喜欢写作 然后就写了这本书 叫打开德国说两话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 为什么就像我前面讲的 那里面介绍了很多 德国的这些 这些生活习惯啊 这些民情风俗 然后去探讨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这个作者啊 皮亚诺 这名字也是乖里乖气的 皮亚诺 皮亚诺吗 不知道 的作者啊 连线 现在是德国的时间呢 上午清晨五六点 我打扰到他 但是没办法 打输嘛 他辛苦一点 跟皮亚诺连线 皮亚诺好 嗯 啊 亚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皮亚诺 皮亚诺是哪一国文啊 皮亚诺 就钢琴嘛 真的啊 真的 你看我就说是钢琴 学钢琴 弹钢琴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放弃了这个 学钢琴的工作 就是放弃了专业的这个 音乐的工作 其实就只是一个想要 去外面试试看 因为其实我以前在美国念过书 嗯 然后所以我对美国生活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哦 那就像刚才姚大哥提的 我喜欢旅行 所以我去法国很多次 对法国文化也很有兴趣 哦 只不过我也知道说 去旅游跟去生活是不一样 真的 所以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告诉自己说 好 我有点存款 那我想给自己一点 生活 不同的生活经验 嗯 所以我就辞掉了教职 跑到巴黎去当学生 哦 再去念 念法文 念法文 然后 对 一个人 然后 就去了 哎呦 对 然后 对 不是为爱走天涯 真的不是为爱 真的就一个人去 胆子好大 就为了要学法文 嗯 就为了对 为了想给自己不一样 体验一下生活 就像海明威说的嘛 嗯 趁你年轻的时候 能够在巴黎生活 一段时间是一个很不同的生活经验 可是教教钢琴的老师其实收入很好 哦 其实当应该是说当正职老师的收入都还不错 以以工 尤其是你的学历有硕士的话 其实你呃你在调薪的比例上面 然后根据你的年资 嗯 一年一年加上去 其实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算不错 不是 尤其钢琴老师 是如果在外面接学生的话 哇我我那是什么一小时两千五啊 我就想我天呐 这拿拿出这 大概只有律师 那律师更贵了 但是就是用小时算了 对不对 好厉害哦 但是你还是放弃了 就是就是跑到法国去学学语文 然后呢 后来学了两年就念到C1 这等于是我们法国索邦 已经开课开到最后一集了 然后刚好 你一边念书没有一边工作 那时候有 有 那时候就在巴黎教钢琴 哦 你看 对不对 是不是教钢琴很好赚吗 是吧 至少可以给自己赚一点零用钱啦 赚很多呗 好 然后呢 嗯 还可以 嗯 然后后来我在法国念完书之后 很幸运在安道尔公国找到一个工作 听众朋友 安道尔公国 听众朋友 这个皮亚诺讲了一个国家 安道尔公国 它到底在哪里 是什么样的国家 然后你在那里做什么事儿 嗯 很小 它在西班牙跟法国 对 它在西班牙跟法国中间 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没有火车 也没有机场 没有 没有 然后 没有 嗯 然后它也没有军队 嗯 多大 这国家有多少人啊 嗯 这国家人口大概七万多一点 嗯嗯 而且外来人口占了65%以上 就纯的安道尔人大概就我百分之三十几而已 哎你怎么会从法国跑到这个安道尔工作怎么会 你都不怕哎你啊 对不对 因为我旅行我旅行的时候也都是自己一个人 嗯 我自己一个人去过摩洛格去过土耳其 OK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胆量可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 你真的都不怕哦 对啊 我觉得比较怕的应该是我爸妈吧 真的真的真的 好那怎么去到安道尔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的老板 就是一个法国酒商 他们的客户都在亚洲 所以他们想要找一个会说中文法文的员工 因为我们的酒厂在法国 酒厂在法国 然后卖给中国市场超大 对不对 对对对 超好赚 对那个时候中国对于红酒又是一个 他们觉得红酒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对 所以进到中国市场那个价格就是翻了好多 可是他们只迷了几个啊 就拉非板啊拉土板啊对不对 那个是其中之一 但是其实你只要是欧洲来的红酒 经过一番包装以后呢 其实都可以卖的不错 在那个时候 所以你就在那卖酒了 然后作为安大尔老板跟中国华人市场沟通的桥梁 八九外销 嗯好 然后对 然后那怎么跟德国有什么关系呢 安大尔吗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安大尔 其实安大尔因为很小生活非常的单纯 嗯 然后外国人其实你如果进去那个圈子你就很容易也认识一群就是也是从国外到那里工作的人 嗯那我跟我先生是因为呃一个叫做呃铁锁攀岩的活动认识的 攀岩就攀岩铁锁是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攀岩就是他的那个呃类是那个钢筋的那个钢条已经帮你弄好在那个岩石上面了哦 所以他们铁锁攀岩的意思就是其实你只要徒手攀跟你的那个安全措施做好等于你只要会爬楼梯你就可以攀岩跟我们一般想象那种攀岩要有技巧呀要什么这个不一样 就是你周末假日就去练身体就去玩这个就对了在那认识他 因为你生活没没大事对 真的啊 这么无聊啊 你就不能这么无聊认识我 不是你就不能去打打篮球打打躲避球吗 一定非得去攀岩吗 你不能打打羽毛球吗 打打乒乓球吗 你看小林同学打得多好是不是 是不是那打打羽毛球吗 那你也可以举重吗 我们是对不对 130公斤我们也可以多奥运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都是运动你为什么要去攀岩 好了攀岩 攀岩认识了先生 然后呢 攀岩认识我先生也不错嘛 那好了 收获啊 对对对 大条了这个 然后认识他 然后一个金龟婿吗 对认识了他 对认识了他以后呢 后来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我们就决定结婚 然后搬到德国去 因为他的工作机会 所以你必须结婚 而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婚 是因为他要工作而结婚 没有这个我好坏对不对 因为因为这样逼婚没有啦 没有对啊 对其实就是原本他也是考 觉得说两个人 因为欧洲人其实不婚的很多 像我以前的法文老师 他们小孩都已经青少年了 还是不结婚 OK 就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 政府 政府没有 没有一定要干嘛 没有 没有 对 他们有 还有所谓的伴侣签约 就你们两个是partner 然后我们签一个 签一个约 类似结婚证 对 类似结婚证书的 就确定关系 可是还是不是结婚 对 欧洲人对于婚姻 有一点就是 有一些人的婚姻有点却步 对 当然他们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没有的 所以你就 因为先生的工作的关系 他必须到德国工作 那你必须跟着他 所以就必须结婚了 我就脱油瓶啊 然后就 谁脱谁还不知 没事啊 对不对 好了 好了就去了嘛 对不对 对 我们就去了杜塞道夫 在德国的 算是西偏北一点点 OK 杜塞道夫离荷兰很近 那里有什么 马斯锤克 哦 那里离马斯锤克很近啊 很近 对 所以我们常常出国 就开个车到荷兰去 马斯锤克我去过两次 去走那个地道 真的啊 那边也有一家不错的 米其林 对 在那个城堡里面嘛 哎 对 我去过 不然呢 我去过七十几个国家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就聊书里面的德国 来我们跟皮亚诺来聊他的书里面 前个阶段 这本书叫打开德国说量话 记载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 德国人的生活观念 德国人的生活哲学等等了 第一个阶段我们花点时间了解皮亚诺他的这个到底为什么他会去欧洲生活的这个历程 原来他是先是先是教书学语文到法国学语文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到安道尔 在安道尔呢 工作 因为攀岩认识了他先生 那接下来就他先生因为找到了一个德国很棒的工作 那就两个人就结婚就一起到德国生活了 这么简单的三分钟讲完我们花了十分钟十几分钟 好来 没事没事 德国德国 我觉得这本书很棒 里面记载了很多的这个德国的一些观念 我觉得 介绍风景旅游啊 那个东西就是就是一种 但是介绍德国人的生活啊 德国人的观念 我觉得又是一种很有意思 比如说你在想德国人呢 很爱追求头衔 全国在封博士 这怎么回事 德国人很爱念书 是有一种迷失 真的啊 其实也还好 因为他们教育制度其实走技职也可以 就是走专业的人才也可以生活得很不错 对 其实德国的薪资以蓝领阶级的薪资 其实也就很高了 对 但是他们特别对于博士这件事情 有一个很特别的迷思 如果你是博士 他们就会对你肃然起敬 非常尊重 非常尊重 尤其是法律博士 对 他们有他们甚至会在护照 假设你是外国人 就直接写 有一天 对 他前面加个doctor 这是政府帮你加的 对 所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你的研究 你发现是为什么原因 我觉得因为他们对于 因为博士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你要非常有自治力 要非常的有规划 我觉得德国人非常的喜欢 对于你可以长时间的努力 然后朝着一个目标 还有你的计划去执行 这个过程 我觉得他们尊重的是这个过程 那因为这个过程最后带来了一个博士的头衔 嗯 所以他们很尊敬 对 对 甚至崇拜 甚至商业人士 对 都会去追求那种 比如说荣誉博士的头衔啊 或者是他再去进修拿一个博士这样子 所以你里面就写了说 德国人疯狂的疯狂的崇拜博士 对不对 尊敬 对 他们非常的尊敬 对 对 比如说像你是外国人 他们通常会觉得 你的德文不好或怎么样 像我有个朋友 他是也是台湾人 然后他也是拿到博士 他说他每次去坐火车 去搭火车的时候 那个查票员看到他的身份 就会态度就会更和善 真的 就是更觉得 对 说话的语气都会不一样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专业人士 很尊重他 对 对 没错 那你自己在上面写一下 你也是个doctor就好了吗 不可以 对不对 不是那我绰号doctor可不可以 这是我的 这个 德国人对于这种 比较怎么说 比如像亚洲人 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子碰轰一下 可能开个玩笑什么的 我们就觉得算了 对 德国人不行 可能会觉得不行 他可能会觉得你造假 或者是你欺骗他的感情 抓起来关 没有到抓起来关了 可是他们会对这种事情比较严肃的对待 就鄙视你 就觉得你莫名其妙 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有幽默感 是哦 就不行就是不行了 对不对 对 也不会啊 可是你书里面有介绍男女混育 德式全裸三温暖 没错 其实瑞士也是 其实瑞士也是 你来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们对于身体的部分看待 算是蛮开放 可是这种开放并不是那种 我们想象中什么很混乱的关系 而是他们觉得身体就是一个 我们说臭皮囊 没有太就是太给予那种 情色或者是其他遐想 没有不当的联想 对 没有不当的联想 很自然 很自然 对 因为男性的身体构造就是这样 女性的身体构造就是这样 对 那我跟我先生有去洗锅三温暖 男女都一起的 对 那前提是我们没有跟朋友一起去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跟朋友一起去 真的很尴尬 可是他们 可是进去都是都是那个样 进去大家都在一起啊 对 对啊 不认识的人 不认识就不尴尬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你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心理而来 对不对 你这个就是因为有比较 就不要比较就好了吗 对不对 对啦 这个可能就是在欧洲 你说海滩上面上空的人也是一堆啊 上空跟全裸是两回事好不好 我也可以上空啊 有什么了不起 男生不一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告你 两性平权 什么叫做男 对 什么叫男生不一样 男生就说给女生吗 不可以 对不对 我也可以上空嘛 是不是 也可以 对 可以 对 对 所以在那个三温暖 你说那个三温暖里 你讲一讲吗 我觉得还可以啦 不是还可以 你讲 让我们好奇 乒乓一下嘛 德国的三温暖 是怎么个洗法 来讲一下 好 其实他们进去 有一部 有一区是可以穿 对 先买票 然后 然后 有一区呢 对 然后你可能有时候会冲醒 对 没有没有没有 一开始就透光光啦 没有没有 他有一区是可以穿泳衣的 就是类似我们那种spa 对 游泳池温水游泳池 然后有水柱啊 他们那个叫cool house 对 他们就不同的那个区 然后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比如说 你可以还有户外池啊 就他们有那种 飘到外面 他们叫cool house 有喷头的 对不对 有的冲头啊 有的冲背啊 有的对 按摩的 那个cool house 然后这个是穿游泳衣的 对 这个是穿游泳衣的 再来全裸的呢 再来 全裸的就是他们烤箱跟 烤箱蒸汽室 然后他们像我去的是他在楼上 所以你从楼梯上去 门口要进去之前 他就先告诉你说 过了这道门之后呢 你就是要全裸 就是泳衣什么都要脱掉 你也不能 对 你要全部 你不能就是 自己还穿着泳衣在里面走来走去 不可以 所以 对 所以你打开门走进去 他旁边就有置物柜 就是你就泳衣脱掉 然后就进去 你可以戴毛巾 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说 你有点尴尬的话 你就是 毛巾稍微围着 对 但是你进到烤箱 或三温暖的时候 你也不能戴毛巾进去 就不行了 三温暖 三温暖你可以戴要 垫在你的那个 就是你坐的时候 垫在你的屁股下面 对 太烤箱太烫了 但是烤箱 对 这是烤箱 但是如果你在蒸汽室里面的话 就是全裸 这跟台湾的一样啊 台湾会穿泳衣啦 没有啊 除非是男女分开的 对 可是又是男女分开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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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男女合在一起 没有 你这个 你这个还好啦 我知道瑞士有一种 那种 它是要过好多关的 你知道吗 真的啊 对 它有不同的course 就男女一起这样 一关一关 一关一关一关 总共十几关 这样去不同的体验 你知道吗 那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我以为你是去这种 这很有意思 没有 我去的不是这个 嗯 我去的是比较普通的 也不是普通啦 因为德国的coolhouse 就水疗啦 对不对 他们有各种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们对于男女混育 这件事情是很 稀中平常 对 完全 很 完全是 他们可以跟朋友 一起去 完全不尴尬 其实我也不会啊 我跟朋友去也不会尴尬 有什么好尴尬 可是男生女生 就女生自己会觉得尴尬 你说加入了女生 就这个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男生跟男生 去三文党全裸 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 对吧 对啦 就像我跟我女性朋友去 我也觉得 也不会嘛 因为那本来就脱光光嘛 你认为就是 这件事情 给你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key learning是什么 就是他们对于身体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 平常心的看待 OK 其实他们也常常会在公共场合 晒太阳 他们很喜欢日光浴 就拖光光啊 没有 只有上半身啊 对就户边 有的时候也会整个拖光光 真的假的 这没有妨害风化的问题啊 没有 他们没有这种妨害风化的问题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特定场合 他们会非常自然 自然的看待 是吗 当然不会很多人啦 但是你看到也不会说 好像很奇怪 大家觉得很特别 见怪不怪啊 就觉得 哦 对 他是在他什么 管我屁事 对 对 好了 你这里面还提到 德国的网路很慢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对 德国的给人家印象是很科技的啊 怎么会来 没错 对 怎么会网路很慢呢 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难接 应该是说他们的科技比较偏重于比如说像机械工业器具这一部分的就是比较硬的东西对软的soft这种的东西他们其实因为他们对新的东西接受度要有一段时间 你说他们也不爱刷卡 是因为疫情他们才开始认真的刷卡 德国人不爱刷卡 他们爱用现金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全世界已经很少很少这样的人了 连中国都不是了 哦 对因为他们的爱用现金的程度是当初要发行欧元的时候还要多发行一些 因为大家会用很多现金这这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去探讨因为德国人不喜欢遇见因为他们觉得信用卡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消费额度哦 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嘛他们比较务实比较严谨比较有计划啊所以我今天假设我这个月赚500欧啊我就是想要看到我500欧怎么样花花花在什么地方 然后对然后我不要花出超过我的预算哦 所以他不爱用那银行在那里就很难银行在德国不容易赚钱了不容易赚啊而且银行因为要而且大家很喜欢存钱德国人爱存钱 德国人爱存钱是哦他们不爱投资是哦是哦对真的啊他们觉得钱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就存起来 所以德国银行为了要鼓励大家花钱还提出负利率这种事情就是你存银行他不给你利息他还要扣你的一些钱哎呦那怎么办那那就不要工作了嘛那大家不要工作了不要努力了嘛 对不对那大家就每天每天去三温暖裸玉嘛每天在那边看别人嘛都不要工作了哦 不能这样啊那怎么办嘛你拿个钱给你存你又给我付利息还要扣我钱莫名其妙对不对 那我赚了钱要干嘛嘛对不对丢水沟好了嘛丢水沟好了嘛对不对我每天等一下我等一下出去我就把衣服脱了我好了 我们今天刚刚带我回来来我们继续跟这个皮亚诺打开德国说两话这其实是他出的一本书的名字啊创意市集出版社里面在讲德国人的生活习惯德国人的这个德国人很多形式的观念啊像现在我们就聊他书里面有聊到德国人连意外都要做准备意外之所以称为意外就是没有办法预期的才叫意外 但意外怎么做准备呢皮亚诺你跟我们讲一下意外要怎么准备啊德国人对意外做准备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很爱买保险OK他们平均每一个德国人有五个以上的保险真的啊对哪有那么多险好保那你没有一个险就通保就好了要买那么多险你想想看哪五个啊嗯比如说呃有一有一种险是那种所谓第三方责任险对对对这有规定啊 啊不是汽车的不是汽车啊他是属于意外比如说好我今天在学校嗯我呃拿包包的时候不小心把同学的咖啡打翻然后撒在他的电脑上啊这个也有保险就要有我要赔他的电脑嘛对这个是意外啊是个意外所以就保险公司赔那多少钱在讲多少钱其实不贵耶德国的德国的保险其实不贵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保这些险的原因 这叫对这就是撒咖啡险好再来哈哈哈比如说你你是租房子的租客嗯然后你的房子呃比如说因为你使用上的问题去影响到你的楼下邻居比如说好你的浴室呃排水孔堵住了嗯然后漏水了嗯或者是淹水了嗯影响到你的邻居嗯那这个时候呢邻居就一定会来赔会来要你赔那你就是请你的保险公司那这个叫什么险 财务险就是你的住宅的财务险啊不是房东付哦啊是我付哦房东有房东的房东假设今天是因为房子的购账或他原本租给你的东西而引起的问题那个就是房东付所以房东有房东要保的险然后你房客有房客要保的险而且如果你没有保这个险的话你租房子的时候他还不太愿意租给你是哦所以你要先去保嗯先去保就你你在租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你要保这个险然后你就会说哦有我本来就有保或者是哦我我会去保之类的这样哦他才会租给你对对这又是一种险还有什么险医疗险一定有吗防癌险医疗险医疗险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就像我们全民健保一样他们也是类似全民健保的概念嗯对所以这个健健康保险已经含在里面了嗯然后他比如说有什么比如说我装太阳能板节省能源嘛嗯 连那个太阳能源板也有保险那什么都是通通都要保就什么都要花钱啊什么什么都有保对那那那你赚来的钱都在买保险了哦德国恩所以你这样看每个每每个人有平均五个以上的保险所以其实他们花的他们的花费的比例有一部分是在买保险所以他们很爱有规划很爱能够掌握一些即便是不能掌握的事情 他们都想要把那个损害降到最低什么叫做不能掌握的事情例如就意外啊就比如说意外就像我们刚刚说意外这个他我没有办法掌握我没有办法比如说你今天骑脚踏车然后不小心可能碰到了一个老爷爷跌倒了嗯然后那老爷爷会给你赔很多会要跟你赔钱嘛索赔对索赔所以这个也是可以保的那个老爷爷给你索然后他自己也有保对不对对对他自己有保险他又给你索赔 然后他自己保的险叫做走在路上被撞到险对当然身体受伤是不好的对哦OK对你书里面也介绍说德国人什么事情都要预约是吧对很重视预约的观念非常没有预约有的时候真的他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先生突然想要吃德国炸猪排诶然后我们就找了诶对这德国名菜之一嘛炸猪排 然后我们就想说啊我们看到一家餐厅大概八点那时候已经八点了那时候不是德国人吃饭的尖峰时间因为德国人跟譬如说跟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不太一样是他们吃饭也吃得很早跟我们亚洲人差不多正常了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八点嘛不是颠峰时间那我们就直接过去而且离我们家很近大概开个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嗯好所以我们开了车到那里然后就打开门就走进去里面真的没有很多人对 就走进去就走进去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服务生说两位嗯我想说看起来很空啊就还有座位嘛应该没问题嗯然后他就回头问一个像老板的人嗯然后那老板就用一种很不好的口气就说不接了没有定位没有位置对哦好然后呢就你们就滚出来了对真的假的人家就不接待你啊对啊人家就不接待你啊啊那这这 好吧只是一般的餐厅还不是什么高级我知道没关系啊这这这只是一种就是他要备料嘛他可能没没准备够嘛对不对有可能对反正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嗯他们预约的对象连你的家人朋友都在内什么意思就说你要去见你妈哎对今天我有空啊好久没见到我妈了嗯那我来去拜访他一下看看他最近好不好 嗯那通常我们亚洲人就是顶多打个电话说哎妈你在不在在的话我就过去嗯可是对于德国人他们这样子是不行的你要跟妈妈见面爸妈见面你也要再提前个一两天打电话说哎我在某年某一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个时段能不能去拜访你啊能不能去看看你嗯对能不能去看你一下就你临时起你临时临时临时决定路过了说哎我妈在这我我我 还有一点时间我上去看看不行不行会怎么样就妈妈可能妈妈可能会不开门哦当然家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不见得会那么严重可是比如说今天姚大哥好了今天我们拿姚大哥做的例子嗯哦我想说啊我到姚大哥就住在附近我就来按个电铃看他在不在在的话我们就聊个天嘛喝个咖啡之类的你不要按电铃你先打个电话嘛你按什么电铃呢对不对我正在洗澡对不对嗯对可是德国人就是你按电铃 他也可以假装不在家他不应门的完全不理你完全不应门那他他怎么知道来的是谁勒他就是不知道可是不在他的行程里面啊他根本就不理你你按电铃也没用对对他也不去看那门口那洞眼去去那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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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就是啊皮亚诺来了啊就假装我不在不理他哎就这样子对对对真的吗真的就这样子真的真的他们真的就是觉得我我这个时间没有 没有人应该要来拜访我那我就不管是他们的习惯是吧你有碰过钉子是吧你有碰过钉子是吧我我自己本身没有啦但是我有听过别人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我们那时候如果要去拜访朋友的话大部分也都是先约先约好嗯因为可能德国也很大就是比较不会说啊你真的走到某个地方去然后刚好就经过谁家哦嗯通常都是还是会先约好 在听很多人讲都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很多人经验分享都是这样子不约他更不理你理都不理因为他们觉得对因为他们很喜欢有规划的感觉嗯不喜欢乱的感觉乱会让他们觉得没有没有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感对没有秩序会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会很希望每件事情都井然有序这样没有步骤嗯对对 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很有规划的去执行这样子你书里面还写到理清人不怪这指的是什么就说送礼这件事情是吧嗯对怎么说他们对于送礼这件事情他不会因为说啊我们是好朋友我就应该要送比较贵重的礼他们会觉得说送礼是心意多于那个实际上的价钱因为德国人生活其实很简朴很单纯虽然说对而且他们对于 一般的人普通的人当然好野人例外啦好野人大家看那么多名车跑车还是还是有对但是一般的人就是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就是简单干净有秩序嗯所以他们对于送礼他们也不会讲究说你一定要送什么名牌或者是一定要送很贵重的东西好一般人生日生日都送什么那个蛋糕一般人生日喔对啊你帮他做一个蛋糕他会很开心帮他做 我就不会做啊就说好我做我做他们一定要自己手就是手工德国人超喜欢他们不太会煮菜但是他们很会做蛋糕是喔很多人而且都都说啊这个是我欧马就是我的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或奶奶留祖传的recipe真的耶祖传然后最好吃最好吃那样子他们对于被就是烘焙 这件事情他们有热情可是对于煮饭这件事情就还好我自己觉得真的啊不是那你那那一般一般一般送礼都送什么礼吗就嗯好生日送蛋糕可以理解比如说今天一个同事升官了我我送个礼物给他那那什么叫礼清不是升官这个这个要非常小心因为在德国里面有法规规定你看德国规定很多连这个都有规定就你送礼比如厂商好你年终嗯 你要呃给感谢这个公司常常跟你买东西对对对你送的东西都不能够价值太高不然你会有贿赂的嫌疑 哦都有规定多少钱以内都有规定对他们有规定但是我没有我不清楚多价值比如呃如果是同事升官可能就是我们常常的习惯是说比如说同事升官生小孩生日大家同事集资就每个人三欧五欧不多因为一轮下来其实也是一个花费 嗯然后大家集资有的时候真的就给红包耶就这个钱就放在一个信封连卡片给那个人不是那那你就看多少钱啊你就是三块五块的弄弄了这一点点那不如不要给真的就是三块五块那真的不要给嘛可是可是二十个同事就六十就六十一百之类的啊就不少啊一百你说三十块三千块那这是这是给什么我说什么情况下生日礼金生日礼金生日礼金 而且对讲到生日升官这些比如说你生日你升官你有喜事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生小孩哎是你要去准备买礼物给大家对不是礼物就是你要去买吃的东西给大家 不是那你如果搬家啊我们像我们中国人啊台湾人啊搬家人家朋友搬家我们也去送点东西去去祝福他嘛送点他生活用品啊什么的那你们德国人在德国德国人是怎么说 德国人传统习俗搬家送两样东西盐跟面包 这是有特别意义的这有特别意义盐就是对盐就是你要维持生命嘛对维持生命你一定要盐然后就是象征你这个这个家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子然后面包就是最基本就像我们米啊送米那样就是让你呃粮仓不要断那样子就习俗对对他们的传统习俗是这样哎好吧 这是送家里米还不多吗你里面很特别啦他们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书里面还记载了还说了一个德独特的德国式的通风学这个我非常有感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德国的通风哲学 来我们跟Piano继续聊他书里面写的这本书叫打开德国说量化创意四集创意四集出版社出的 书里面上个阶段我就聊到独特的德式通风学我去过德国好几次啊德国给我印象深刻就住德国的旅馆很多旅馆根本就没有冷气的然后就开窗嘛 然后他们的床呢他们枕头那个那我第一次去是哦这没有枕头结果他不是他们那个枕头就是一个宝贝把则则叠个三层就变成一个枕头了我的 我觉得德国人好务实哦对不对那你聊聊看你在德国生活德式通风学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德国的通风学嗯对德国人他们很怕闷嗯所以他们他们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尤其我们呃应该是说德国人德国的有一些地方嗯他们其实湿度也很高嗯所以你开暖气的时候容易会呃有发霉的状况嗯嗯嗯嗯所以他们呢也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要开窗嗯而且他们窗户也特别嗯 德国的窗户是可以开三个不同方向就你可以打开哦一个把它往右大开嗯然后只是你可以开上面的一个小缝啊然后对所以他是可以上下开他们也是有不同方向的开法啊所以他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即便我们很冷尤其像我之前在德国呃美国念书的时候他们那个暖气是24小时开着然后完全不开窗的那种OK但是在德国呢 房东或者是前辈们都会告诫你说你冬天千万不要就把窗户开着然后暖气一直开着因为这样子会有很多水汽嗯会发霉嗯对会在某个角落就发霉那这个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对房东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哦所以你你对所以你们通风学通他们的通风学就是你早上起来再怎么冷你都要把窗户全部都打开可是可是可是有时候外面湿气比较重啊反而更容易发霉啊 不会嘛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要两两个怎么平衡嗯因为你开开窗的时候他那个风进来就等于把两个两边的湿气balance就不会有水滴真的假的对这么麻烦哦所以你对所以你早晚都要开大窗大概十分钟五五分钟生活习惯了没规定了也不能说规定就是生活的习惯对不对没规定 在你的房子里面就比较不会对就不会有一个美菌的问题啊不会有个臭味美味不会闷对然后夏天的时候要关窗是哦对因为我其实实验过他们这个通风学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夏天像姚大哥刚刚讲的他们没有冷气他们也不太用冷气对那平常开窗户蛮凉的对可是会有几天一年总是会有几天非常热那种热浪来袭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趁早上还很凉的时候把窗户通通打开让凉风进来家里然后等到大概十点十一点开始热的时候关关起来窗户全部都关起来还要关然后把他们的外面外面的遮阳帘也通通都关起来还要关姚大哥对姚大哥应该知道这欧洲有一些就是他们外面窗户外面会有个遮阳的木板啊或电卷帘之类的对对对对就你关起来对他们就把那个也关起来嗯那真的就等于这个冷 这个这个房子就变成有凉的那种保凉的那种保冷的那种概念反正不需要用不需要用冷气就是用这种这种道具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整天你就可以维持一定的那种凉爽的感觉哦好对这是他们的通风学书里面还写了德国人的生日规矩一大堆哦对啊怎么说就是你完全比如说你今天生日好了 哎其实今天是我生日真的生日快乐真的真的你生日啊真的是我生日快乐可是赶快讲你们的规矩哎对他说你比如说你在午夜12点之前都不能你11点59分你都不能跟他说生日快乐他们觉得这样触眉头你一定要等到当天你才可以跟那个人说生日快乐哦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同事这一定有什么习俗嘛有没有有什么习俗犯了什么忌讳 他们觉得时间还没有到你先讲了就好像这一天还没有过你觉得你先祝他有个好的一天会有点不行啊我们其实台湾人也有这种禁忌我可不可以说了就不准了怎么会预祝你生日快乐不行不行不行他们会很生气哦他们真的会很生气哦他觉得你出他眉头好好这是一个规矩禁忌还有人还有什么规矩生日还有就是生日的人要请客要请人家吃蛋糕要请人家 喝东西就完全是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帮受兴庆生我们大家会一起集资啊对对对他们是受星要负责那我干嘛告诉你我生日啊奇怪哎对不对我干嘛告诉你啊对还好我破费好好好对他们是受星要负责这是一个规矩还有来还有什么规矩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地区比如说像男生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会挂很多袜子 然后女生是 挂在哪里 就一串装饰 那样子 等于一个庆祝的方式 你说生日啊 生日挂袜子 对 对 就一个庆祝的方式 这有什么意义啊 应该有一点典故吧 不知道 我在书里面有写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以去 来这头 来这头 而且书里面有没有写 一定要穿过的臭的 没有啦 真的好吧 那我们保留点神秘感 让大家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女生的话 也是 就像 这是男生 像女生的话 还有香烟盒 用那种香烟 小香烟盒这样串起来 也是一个特别 也是 不过这是 比较特别的地方习俗 对啊 我的没吃荤 你叫我找烟 对 那个是在 在比较特别的乡 对 对啊 你是逼我去做坏事啊 逼我破坏健康啊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子 这是一个大家的庆祝方式 啊 你书里面写德国人有钱 他不一定要有房 他不买房的啊 对 德国人比较没有有土 股私有餐 我觉得因为他们社会福利还不错 所以感觉说你到 到了年纪大 就算你年纪大了 你还是可以租房子 而且房 就是在德国的市场 对房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是哦 就不会乱来 不能随便赶 不能随便赶房客 而且不能随便涨价 哦 那很好 对 不像我们房东看到 房租涨了 别的人都涨了 我也要涨 不行 OK 政府对于房租有控管 所以他们法令规定很多很多 OK 一方面觉得琐碎 一方面也是保 其实一方面也是保障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强势 就比较弱势的人的一些生活的 基本的权利 我觉得 嗯 就是蛮好的一点 法律面很照顾很周到 你说在德国倒垃圾也是一个学问 怎么了 倒垃圾怎么了 就分得很细啊 倒垃圾 就你除了像我们台湾人 就分成一般垃圾 然后资源回收 资源回收 里面又分你可以换钱 跟不能换钱的 而且比如说你去丢玻璃瓶那种 会发出声音的 你还要在某个时段之内才能丢 七点以后就不能丢了 资源回收时间啦 嗯 对 因为他们的意思是 他们怕吵到人 OK 德国很怕吵 OK 德国非常喜欢安静 他们很怕吵 啊 对 OK 所以礼拜天也是不能丢的 因为礼拜天是他们的休息日 礼拜天什么都没开 你书里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说 德国人很务实啊 一把钥匙走天下 就是家里有那么多地方可能要锁 可是他 全部就一套钥匙就够了 对一把就够了 真的 真的吗 对 以前我们在租房就真的 那一把可以开大楼的大门 还有你家的门 还有车库门 就同一套 对 就那个锁新设计 其实他那个对 就是锁新设计 就是一开始 你看全部的 对 可是可能只有你这个房东吧 只有你家是这样吧 没有没有 应该是说 呃 在要看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 新房子可能没有这样子 但是一些比较旧 其实德国旧房子也很多 像我们住的房子是1950年盖的 哎呦 啊 可是还很 他们整个建筑构造 70年了 都非常的好 嗯 都非常的好 对 所以 我觉得是以前 我 我的研究是以前中古时代 就是你知道领主 嗯 他也是一串 他不是管全部的吗 但是因为阶级的不同 每个人可以进去的地方不一样 嗯 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的那种设计 嗯 一开始idea是从那里来的 然后现在就变成说 对啊 你一把钥匙你可以开 各个不同的地方 这样子 这个现在很多旅馆也是这样 旅馆的经理 有一把钥匙是所有的分 对 master key嘛 对不对 他就所有都可以开嘛 对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你现在说德国人很多人家里都是一把钥匙就够了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是吗 像我们我们那一栋7户啊 嗯 每一个都是 钥匙都可以开 对 每个人的钥匙都是可以开 对 一人一把 那搞你还没去试过隔壁的 搞不好你那隔壁都能看 对不对 搞不好都能看 因为这个这个房东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还没试过呢 搞不好哦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就被抓起来关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把那个监狱门也打开了 对不对 就自己走出来 有可能 有可能哦 有没有可能 万能钥匙 对啊 就进了进了监狱 然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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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铐也可以开 监狱的牢门也可以开 对不对 通通都可以开 对不对 嗯 非常的万能 不太可能啊 对不对 开玩笑 对啊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呢 已经到了 这个皮安诺啊 他在德国生活啊 所以他了解德国人的生活习性 透过他的观察啊 来写了这本书 叫打开德国说亮话 创意四级出版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可以更加的深入了解德国人的 做事情的风格 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理念 生活的哲学 这样子以后我们去德国玩的时候啊 更了解他们 才会才容易交朋友 对不对 希望你这本书啊 能够大卖 那你出完这本书 接下来要做什么 还要出什么书 接下来 嗯 不知道耶 我之前出过法国 真的假的 现在出过德国 法国你在讲什么 我出过巴黎 巴黎我恨我爱你 也是一样讲巴黎 就是法国人的一些妹妹嘎嘎 真的啊 还有哪四本 德国法国还有呢 出版社一直找我 德国法国还有印度 我最一开始是出印度 印度你也能写 然后出了一本 出了一本欧洲的旅游 音乐家带我游欧洲 就是从李斯特 我那时候是写李斯特 就写德国匈牙利捷克 很爱写 就我是很感恩 我是有人找我写 我就写 我就觉得说 好像我不是赔钱货 因为有人找嘛 所以就有人找我写 所以你有脸书吗 你有脸书吗 可以在里面 有有皮亚诺 皮亚诺的欧洲居游 皮亚诺的欧洲居游 听众朋友 他皮亚诺在欧洲生活 你如果要了解 更多有趣的欧洲生活事物的话 可以看他的脸书 叫皮亚诺的欧洲居游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连线 来介绍德国 希望你这本打开德国说量话 可以卖得很好 受到市场的欢迎 谢谢姚大哥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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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